我们来研究一下色彩跟光线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强光 看得到 看不到 这是一个强光 这是一个微光 有一个弱光在上面 这是个弱光 我们这一个花 我现在想画的 它是接近于微光 也就是说它是有光线 但是它的色彩非常丰富 就像这种色彩非常丰富 这个色彩丰富的好处 你会产生一个大的色块 那色块要够大 才能够产生这种力量 那如果是强光 可能就会像这样白雾状的 就很难发现 那我们一直研究到 现在我们对光线的一个大致上的看法 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现在把明度表找出来 假如我们的明度都在这里 就好比这样的话 那这样我们可以定义它是一个强光 假如明度都在这里 好比像上面这幅画 它都在这一块 那么我们知道它这是一个弱光 那微光是什么呢 它两个都有 也就是说 在这个明度表里面它都cover到了 那色彩呢 它非常鲜艳丰富 那比例呢 面积也非常大 就像好比说像这样 OK 好了 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了 所以当我在写声的时候呢 我会去大致上从光的强弱 对色彩的感应 我们去把它做一个分类 这样的话 你去写声呢 也就比较不会因为 没有一个底 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 用什么观念去 去接近你要画的作品 我们常常在 我们在国外上课的时候 我们叫approach 如何去approach 就是接近你所要观察的东西 那这个approach的方式呢 我的个人的习惯是这样 当你心里没有什么挂碍 所谓挂碍就是 你不会不舒服 你不会肚子饿 你不会睡眠不足 通常这些问题呢 都已经被你克服了 或者说它已经不存在的时候 你心思就会放空 放空的时候呢 你会开始去感觉 或感知 它环境里面 传递给你的信息 尤其像光线 我们是日常生活 在有光线的地方 所以对光线 其实我们都不是那么敏感 当不敏感的东西呢 红有时候被你唤醒的时候 你对光线突然敏感了 那这些敏感的东西呢 会导引你去看到某些东西 就好比说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的颜色一样 平常我们大概不会看到 花里面还有黄 这个叫做yellow deep 这个呢 这可能是一个alyserin 那这边呢 可能是一个玫瑰红 那这样的三个色彩组合起来 它会非常丰富 假如我们把这个色块放大 变成这样子 那够大了 或者我们把它画横的也可以 假如它够大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力量就会很强大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 如果放在画布上 它也许可以传递一些色彩 产生的光运 它这个是假如 假如这是个花 产生的光运是在外面 那这样那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温度的感觉 那这样我们画画呢 除了形状以外 我们还传递了一个色彩 色彩以外呢 这个色彩的律动呢 它扩散出去以后 产生的一个温度 就好比说 我们叫做 这个像微波炉 你太靠近 你会受到微波的影响 一样你很靠近这个花瓣的色彩的时候 花瓣的色彩一样会辐射出去 那这样呢 它并没有透过所谓的空气 我们所谓的空气 很可能是在像这样的一个交界 它会产生个空气 那空气的目的呢 它的想法是 就像我们地球一样 你会转弯 这个地方是转弯的地方 可是呢 像这样的一个花 它并没有转弯转到背后 可是它产生了一个 辐射状的一个色温 这样的一个色温呢 基本上色彩的色相 跟它一样 温度呢 慢慢慢慢慢慢的 随着笔触呢 而慢慢减少 所以它会很好看 就好比说像这样的一个彩度 从这边一直到这边 或是从这边一直到这边 虽然它跳过了头发 偶尔会出现在某一些色块里面 可是呢 它会非常感动人 因此呢 它不是只有形状 我们描述的给它 给一般观看的人 我们引导了它的视觉 它的流动 是向外 所以这个画布呢 虽然是这么小 可是它占满了整个画布 变成很大 因此呢 它就产生了一个更广 更宽大的空间 所以我们用有限的一个 4号的画布 这个大概是24x33公分 可是我们创造了一个 视觉上非常大的 巨大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说它的宽广跟深度 它会给人家一个震撼 再就有别于我们用相机去拍 当然要相机去拍 大概是一秒内一些 都可以解决心状的问题 可是它没有办法传递 我们像画里面给它色彩 它的温度的震荡 它慢慢震荡出去 以后给人家的感受 好 我想 这一系列的探讨 从光线的强光 弱光到微光 我们有一系列的讨论 那这个系列我都放在 Flybear.com 里面 各位如果上去看的话 这虽然是一个.com 但是在右上册呢 我有把所有语音档的东西 就是像我类似我现在的说明 一系列的这个基础理论 我都放在右上角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 把100多个影片都看完 大部分的影片 大概只有剩一半 你可以还是很多 不过如果你想了解 我们用什么观念去画一个画 又别于我们去copy一张影像而已 做很辛苦的工 但是呢 结果我们 没办法跟照片来竞争 因为形状 这样的一个东西 事实上相机它就能表达 那我们要加上什么样的改变 让这样的一个画 是属于人去创作 而不是属于人去复制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观念来试试看 所以我在每一个档案里面 像YouTube 或者是Facebook Facebook没有 YouTube里面的下面 我都会复注 怎么样去阅读 怎么样去观赏影片 怎么样去从中获取你要的东西 可以取舍你所需要的观念 让你的表达更有效率 更能感动人 不只是 不只是纯粹的一只蜜蜂或一朵花 好 那我们就下回再聊了